许多外国游客来到新加坡会特地去看我们的鱼尾狮打卡 证明自己来到了新加坡 没错 那么在昨天刚刚过50周岁的鱼尾狮 是新加坡馆为人知的标志 不过对于熟悉新加坡的人来说 他们觉得能代表新加坡的还有哪些呢 马上欢迎958城市频道小城大事 和自名得意的三位主持人和我们一起讨论 A77 林轩还有明德大哥 三位好 你好 你好 那要如何向世界介绍新加坡 齐齐啊 你认为你心中认为最能代表的是什么 你们刚刚两位就说鱼尾狮 在我心目当中呢 鱼尾狮就是新加坡最著名的地标 因为呢 这个鱼尾狮嘛 他其实念过我们新加坡历史就知道 他是这个王子 桑尼嘛 桑尼拉乌他嘛 这个王子呢 他就有一天看到了雄伟的狮子 对 然后呢 就发现说 就直接就取这个Singapura 等于早期的湿城 因为他是马来文 没错 所以呢 这个就是湿头的部分了 然后鱼尾的部分是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小渔村发展的 就是等于说谦卑的起步 开始 所以我就说这个鱼尾狮是非常具有代表性 你今天如果到这个Malayan Park 鱼尾狮公园 你可以看到周围 我们新加坡滨海湾那一带 非常繁荣 有商业区 然后呢 也看到了这个Flyer啊 MBS啊 就是我们的 见着我们新加坡的一个繁荣进步 也是我们新加坡的骄傲 所以一定要去鱼尾狮 这是很重要的地标 嗯 林轩呢 你有什么看法 就是你觉得心目中认为就有代表性 代表新加坡的是什么 我给你们报个料啊 当我们在电台报天气的时候 如果天气的这个页面临时打不开的话 你如果念温度啊 基本上最低气温24度 最高气温34度是没有错的 大概率没错的 我觉得最能代表新加坡的另外一点 就是新加坡的好天气 一年四季的好天气啊 这个晒一晒太阳 或者说呢 在晚上啊 这个落日之后 喝一杯小酒 凉风洗洗 我觉得那个 是我想要吸引海外的游客来新加坡 特别要提到的一点 就是好天气 好阳光 新加坡热情的天气 决定可以热情的接待我们的游客 明德大哥呢 你觉得哪一个又是你认为 最有代表新加坡的 我觉得 我觉得林轩说 我们的热天气是我们的代表 我觉得 我多么希望有一天 我们的科学家 能够做一个照 冷卸照 把整个新加坡都照起来 那我们就是一年了 都像秋天这样 我就觉得新加坡就等于是一个天堂了 然后我在想对我自己来讲的话 因为我从小就在我们的主屋区里头长大 所以我是觉得最能够代表我们的 是我们的咖啡店 就是我们的咖啡店 你不要小看这个咖啡店 你看里面的食物的那个摊位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土清 人清 我很喜欢早餐的时候 就到咖啡店里头 然后就 有时候就跟朋友 有时候自己一个人 你就听到周围那种 大家一起边吃边聊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那个是 才是我们正宗的新加坡 而不是那种纯粹旅游的新加坡 那种进入的感觉 从生活当中切入 那如果说没有在一个地方生活 人们对那个地方的了解 就很容易流于表面 那么林轩 你其实来新加坡之前 对新加坡的认识是什么 那么来了之后 对新加坡的认知 又是否有些改变呢 来新加坡之前 大家都说新加坡国土面积很小 然后我妈曾经来新加坡旅行 那个时候我大概初中的年纪 我就说妈 新加坡大地有 大概有多大 我妈说基本上就像一个广场那么大 所以 所以当我来新加坡之前 我心里说 这个新加坡只有广场那么大 还要有电台 还有这个剧院 还有什么的 结果我来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新加坡也不小 新加坡的国土 所以我常说 我们不要再说自己是一个小国 新加坡不光有非常广阔的土地 我认为非常广阔的土地 而且我们的文化也是非常灿烂的 所以我觉得那一个部分 是我来新加坡最大的一个改变的感官 确实 如果我们没有亲身的经历过 对一个地方的认识 往往就是从身边的人 或者是媒体的报道 甚至是网络资讯来想象的 所以认知方面就容易产生偏差 吉琴你觉得 有哪些常见的 对新加坡有偏差的认知 是你希望去打破的 很多年前台湾的名嘴 他也是政治评论家李敖先生 他就比较香港 中国 台湾 还有新加坡 他就说新加坡人比较笨 那个时候就 哇 轩然大波 我们当然是不承认 我们怎么会笨 我们的经济发展得那么好 我们是亚洲四小龙 后来 我的很多的外国的朋友说 你们新加坡人比较笨 你们新加坡人比较笨 我就要跟他们说 不是 怎么可能 新加坡人只是比较 怎么讲 他们是比较憨厚 比较老实 比较实在 我们比较奉公守法 应该是这样说 而不是比较笨 比较纯朴 对 明德大哥 你有类似这样子的经历吗 你觉得有哪些的认知 就是外国朋友的认知 是你想要去打破 这些错误的认知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叫琪琪 去做我们的旅游大使 极美丽于智慧一生 这人家就不会说我们笨了 不过我自己倒觉得 你知道吗 那外国人一听到新加坡 第一个就说有啊 fine city 那个fine就是罚钱的意思 就是给人的印象就是 我们严刑俊法 我们动不动就要罚 对不对 这个也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似乎好像我们完全就是没有自由 你们就是一个极权的地方就对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认知上的错误 每次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 哎呀 其实我们大家都很自由 你看我们旅行也自由 我们现在巴不得现在你看那个疫情开放之后 你看几乎半个新加坡人都不见调了 大家都自由地去旅行了 所以我觉得我最想纠正大家外国人 对新加坡错误的理解就是 我们绝对不是一个不自由的一个地方 另外就是如果说 如果说你有亲朋气游来到新加坡的话 你会介绍新加坡的哪个景点 带他去深度旅游呢 哇 我觉得我最想带他们体验的 其实是新加坡的文化 而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们新加坡特别有的 all day breakfast 就是gaya toast 还有面包和鸡蛋 没有人来了吃了说是不喜欢的 而且这个东西就是新加坡特别容易吃到 你去到什么欧洲去到中国去到美洲 没有对不起 所以只能来新加坡尝这个 另外呢 如果是长辈朋友们的话呢 可能要带去这个明德的机构上一上课 如果没有办法上课的话呢 要听一听我们每周四傍晚六到七的 自明得意的时段 打广告 是的 听起来啊 如果要跟林轩来新加坡游玩 就是美食 打广告吃就好了 对 琪琪呢 那琪琪你会带朋友去打卡吗 就是那种热门经典打卡 像你刚才说的鱼尾诗 你不是这么样的玩法吗 必去啦 但是如果说第一天的话 一定要先去Gardens by the Bay 冰海湾花园 那边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花卉 而且如果你很喜欢种植物 又大自然的话 刚刚我们不是说很热吗 四季都是热天 但是你知道Gardens by the Bay 冰海湾花园里头是有冷室的 就是有冷气的 包括这个Flower Dome Cloud Forest 还有这个超级大树 那个叫什么 晴天树丛 对吗 是Super Tree Grove 如果我没有记错 都是有冷气的 一定要去 然后到了晚上 一定要去哪里 Night Safari 我们的夜间动物园 我记得他得过好几个大奖 就是那个最佳体验奖 所以这两个地方是必去 我一定会带我的朋友去的 是的 今天也谢谢三位嘉宾的分享 今天的《诗从有约》就播导着 欢迎浏览巴世界新闻网 以及新闻社夫妻Facebook片面 收看网络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